大家好 欢迎来到沃尔森传媒的贵论奇谈节目 请大家订阅点赞评论 觉得我说的有意思 可以转发给您的好朋友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我们转回头来 讲推背图的第48项 这一项我准备也是以几个方面来解读 可能需要做几期节目 但是无论怎么解读 这一项都会是未来的情况 对于这一项 一些分析者又有不同的声音 第47项当中提到了紫微星 这个是一个事件点 时间点 之前说过紫微星是地星 并且是改朝换代的象征 而最多被形容为地星的 透天玄机铁冠树当中的预言 第三个问题 刘伯温问铁冠道人张忠 紫微将降于何方 而张忠说 次第冲天地鸣山崩 牛生两尾 日月并行 墓上挂取尺 即真竹也 牛生两尾是诸字 日月并行是明 墓上挂取尺也是朱明 朱明 说的就是朱元璋建立的明朝 这里提到的紫微星 透天玄机里面 提到紫微星就是明朝的建立 透天玄机写作年份 觉得应该是民国之后 这是脱明之伪作 但是脱明到了原末 所以提到朱元璋建立明朝 相对于脱明的事件是未来的事情 而把朱元璋比作紫微星 可以理解成是改朝换代 那么一些人就用这个处处将推背图的顺序改变 认为第47项是说朱元璋出世 而第48项是说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朝 因为这里第47项提到了紫微星 而第48项提到了八牛迁动 八牛为朱 他们就根据这个说这个是朱明王朝 但如果这样解读 就和之前的推背图的情况不符了 推背图提到明朝的项并不少 明朝和清朝之间也有明确的界限 所以就算是顺序颠倒 突然出现两项原末明出的项 也是非常奇怪的 另外就是第47项明确说出 说是无王无帝定乾坤 所以绝对不是朱元璋 朱元璋是帝王 第47项描述的是一个无王无帝 紫微星降临这个时代 就是说一个新的时代 开始了 好我们就来分析啊 这个推背图的第48项 首先我们看图 这个推背图的分析方式 还是以图 称语和颂约啊 那个顺序 我们先看图 图我们看一下这个图一看 就不是一个很一个善的一个局面啊 图上方有一条龙啊 而图的下方是一条蛇 蛇和龙嘴里都突出火焰 显然是一场纷争 这个图啊最简单的分析 那就是龙蛇之争啊 龙和蛇各代表一个政权 龙所代表的政权 显然是上北下南是在北方 而蛇是在南方 为什么要用蛇和龙来代表两个政权呢 这个就非常的值得推敲了 第一种可能啊 是属龙的人和属蛇的人纷争啊 听起来就不那么靠谱 第二种说的就是上方的势力代表人物的名字当中 有龙下方的势力啊 这个人物当中有蛇字迷解释啊 这看起来更要靠谱一些 而我呀查阅了一些资料 和网上的一些大闲的一些解释啊 我就和大家分享其中一个 我认为非常有趣的一种啊 这版筋批版的推背图啊 在像的下面有年份啊 之后才是挂像 很多人说这个年份呢 就是解读这个推背图的关键 庚子年就应该找庚子年那个推背图 那个像出来解读 我一直啊都不这么认为啊 因为之前的像根本就不是按照这个规律来说的 推背图也不是按照地母经 或是黄极经事啊 看直年卦这个预言 所以啊我对于这种解法是不赞同的 但是这个年份似乎啊 应该还是有点用 不知道用在哪啊 这里我就给出了他一种用途 我们看第41项 第41项应该是描述当代中国的一项啊 这一点上应该是公认的啊 同时啊这一项也是新中国开国的一项 而这一项的年份写的是甲臣 也就是青龙年份 他又是开国一项 我们能不能猜测 这个青龙就是当代中国政权的一个表示呢 但是啊这就给这个解法带了另一个难题 那么青龙如果是当前的政权的话 那么蛇又是什么呢 按照前面的说法啊 42项和54项都是两个有蛇的项 54项应该是遥远未来的发生的情况 所以啊这里应该咱们就看 应该就是第42项 这个第42项我们看到 第42项是比较扑朔迷离的 这一项啊是不是说一个政权的开始呢 我们呢确实说不太准 但是啊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这一项描述的可能也是一个新时代 我们分析一下这一项啊 之前我们做过长篇大论的分析啊 有没有啊可能是说一个新政权啊 说美人自袭来朝中日渐安 长公在地危而不危 这四句称语说出来这个情况啊 我们之前说过很多了 过去现在和未来啊都有可能 但是总体落在一个危而不危上 说明啊这个时期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 而第41项落在了称王在秦州啊 这么个情况 秦州称王意味着之前的政权的最终结局 是统治部分中国言外之意就是 中国之后会处在一个军阀割据的分裂状态 而到了第42项的情况啊 可能是说这种分裂状态之后的一个局面 在第42项中啊提到了军臣的概念 在宋约此时魂祭居朝市闹轮君臣百万万 君臣的概念呢 很有可能指代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的关系 和第41项出现的分裂局面是对应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军阀割据的关系 第41项政权最终秦州称王 也就变成了第42项的臣了 而第42项提到的美人就成为了君 而君臣关系最终在第42项的时候 被闹乱 言外之意是第42项最终的结果是乱 而刚开始的结果是安 先安后乱 第42项的主导政权最终是大乱的 而第43项和第42项衔接 闹乱君臣之后就是君非君臣非臣 之后再到第43项中提到的子孙节 按照这种思路来说 我们连一连 就是说第41项本朝结束之后 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 之后形成了一个美人引导的政权 在长工在地的情况之下相对稳定 但是到了后期 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 政权对于地方势力的影响减弱 最终成为了君臣关系闹乱 又恢复了军阀割据的状态 而这种状态持续到了30年中 之后才又一次形成了子孙政权 这个子孙政权是美人政权的子孙 应该是美人政权的延续 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圣人潮 圣人潮持续了之前美人政权的政治构架 里面有很多的子政权 而46项乱局之后 这些子政权中又崛起了一个子微圣人 这个子微圣人是读历史书的 而他认定的历史 我觉得应该是从美人政权中得到的经验 所以美人圣人再到子微圣人 应该是遵循的一个理念 只不过美人和圣人潮 都是在波折当中出现问题 美人潮在君臣之乱中解体 而圣人潮在白头帮乱政中解体 只有目前的第47项的子微圣人 才取得了一点成就 我说了这么多 是想说什么呢 那就是这个蛇代表的含义 上面的龙的政权 如果是现今中国的后裔 而蛇就是美人政权的后裔 这两股势力未来在中国一直存在 应该存在数十年的时间 龙蛇的定位完成之后 故事脉络我们也说的差不多了 现政权结束 中国会发生美人政权到大乱 圣人政权到战争 再到篡权再到内乱 最后再到子微政权的过程 而子微政权的第一步 就是48项的情况 龙蛇对峙的局面已经形成 那么后来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 我们之后的节目再慢慢说 本期的怪论奇谈就和大家说到这里 这期脑洞是比较大 请大家多多包涵 谢谢支持